而另一位跨界人寇振海 同样作为舞台老将 上期节目中组队流化 为观众们呈现了 爆笑又催泪的精彩作品 你给狗狗起个名 有了 你看这狗狗啊 是在广场跑丢的 是在草丛里找到的 现在正好是 下午六点 所以不如就叫它 狗狗 这丢丢 这回轮到你养了 什么 电视台要采访了 这丢丢 该你养了 你要到靖兰院去演讲了 该你养了 你还练会了 降龙十八掌了 哎呀 气死我了 这谁得一百块钱呢 我的 哪能 这回听到了 这次 寇振海搭档喜剧女神宋宁 两人又会为我们 带来怎样的爆笑作品呢 这叫什么 这叫梦想成真 如愿以偿 这些词都能用在我今天的 一个心情上 我也特别想碰上你 好官方哦 结果如愿以偿 太官方了 但是我们看啊 咱俩演个什么 人物关系比较好呢 诗生 父亲 父 父亲 父女 我觉得也会很好吧 哎 父女很好 因为您在戏里经常是一个 就是严妇的一个形象 陆平 看着我 何树环这小子 东荡西白 像在猜悄板一样 实在让我生气 我怎么会有这样两个不争气的女儿 天下好男儿多的是 怎么 怎么都选择了这一个 那您 您要我要真演的女儿的话 您给我起一什么 什么瓶 叫什么瓶比较好听 起个名字吧 有一个形容美女的词儿 叫 氧气美女 是吧 那 怎么您意思 我叫氧气瓶 蔻老师 合作愉快 好 哈哈哈